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几组近期发布的AI工具。 E-AnyPortrait 该项目由腾讯推出,可以根据音频和图像,生成会唱歌的动态视频。 例如,用户可以提供音频文件和一张参考图, AnyPortrait会根据音频的节奏,完成口型匹配,生成富有表情的语音和演唱动画。 以下是一段基于单张动漫生成的语音播报,大家可以试听一下效果。 此外,AnyPortrait还支持面部在线功能,通过分析参考视频中的面部表情和动作, AnyPortrait还可以在另外一张图像上,应用相同的表情和动作。 这项技术可以用于创造逼真的虚拟角色,复现参考视频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 目前,该项目的模型权重已经开放下载,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 2.Eletar in Motion 本周,数字人平台Hen推出了Eletar in Motion 1.0功能。 Eletar in Motion也被称为可移动的数字人。 该功能不但具备口型同步、语音克隆,还能精确模拟真人的手势和动作。 Eletar in Motion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用户只需输入提示词,即可完成高质量语音播报。 大家可以预览一下实际的播放效果。 根据新闻报道, Hen在近期获得了风险投资公司Benchmark的6000万融资,目前估值已达4.4亿美元。 Hen自发布以来,一直是数字人生成领域的标杆企业。 Eletar in Motion功能的发布,意味着数字人已经越来越接近真人的播报效果。 3.Hen情感大语言模型 本周,Hen发布了Empathic Voice Interface技术。 Eli是一种基于情感大语言模型的多模态生成式AI技术。 情感语言模型结合了大语言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和情感感知能力。 和ChatGPT不同的是,Eli能像真人一样聊天,还能感知人们说话的细微情绪,并做出相应的回答。 例如,Eli可以根据对话者的语气和表情,判断人们的情绪变化,从而输出富有情感的对白。 Eli可以作为人们的聊天伴侣,或者作为超真实的在线客服使用。 目前,Hen已经提供了在线demo,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链接尝试。 4. Money Printer Turbo 这是一个集成了多种API的视频生成工作流。 可以基于一段中文提示词,自动生成视频脚本、背景素材, 以及TTS语音、背景音乐和字幕的生成,最终合并为一段完整的视频。 这是一个开源项目,支持Windows、Mac系统,大家可以按照步骤完成本地部署。 或者访问路卡的网站,免费体验一键视频生成功能。 分别输入中文提示词,下方可以选择视频的比例、配音源、字幕样式。 设置完成后,点击视频下方的生成按钮。 该过程需要持续几分钟,大家可以在后台查看视频生成进度。 该项目接入了免费的Pixel素材库,以及微软Azure TTS。 用户可以自行接入任意的大语言模型,大家可以预览一下自动生成的视频。 从多组测试,该项目可以生成高质量的短视频,大家可以尝试。 人和普通人,生命的意义并非单一答案,而是多元化且复杂的。 对一些人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和满足。 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可能意味着对家庭的承诺、对朋友的忠诚。 5. ArcLads数字人经纪公司 首先,本段超真实的视频并非正常录制,而是通过数字人经纪公司ArcLads制作。 和黑站等数字人平台不同的是,ArcLads会和愿意共享肖像权的模特合作。 然后,根据客户提供的脚本,为其定制基于真人模特的数字人视频。 该模式使用经过授权的真人模特形象,为客户设计多样化的视频。 不但操作合规,还可以反复利用一个模特的形象,降低广告设计成本。 不过,根据实际体验,很多用户表示Arcades的成本过高。 每生成一段视频需要花费100欧元。 6.LTX预告片发布 本周,LTX在纽约市举办了发布活动,并联合知名的阿里福尔曼导演,制作了一段长达4分钟的短视频。 和Sora一样,LTX同样选择和电影导演合作,让专业人士借助AI工具,创作富有想象力的视频。 LTX发布会结束后,预计很快会面向公众开放。 大家也可以提前加入等待列表,获得早期测试的机会。 7.Magic Fix-Up 这是Adobe推出的智能图像处理项目,用户可以通过剪切、粘贴的方法,完成图像的编辑。 该功能可以对图像的局部区域进行智能编辑,效果非常出色。 Magic Fix-Up可以实现空间重组,修复全局光照,将编辑好的图像片段合成为新的内容。 Magic Fix-Up还能够在几秒钟内,基于参考图,生成不同景深的图像。 用户还可以通过笔刷遮罩图像中的特定区域,完成重新上色。 在和其他工具的对比中,Magic Fix-Up能够生成更为真实、清晰的图像,不会出现编辑过程中产生的阴影和残留。 该工具的发布,将会让图像编辑变得更加有趣和简单。 目前,该项目还没有发布,大家可以点击下方链接,了解详情。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